好,我們回答Auxy,昨天油價就下跌 好,這個朋友63元有貨,他說應不應該現在只賺呢? 其實我覺得Auxy又可以做一個預言 你信不信石油的價格相對來說是升不回到82元的位置 可能它只不過是在80元至100元游走 這個是中線判斷的預期,但是Auxy可以創新高 你信不信?還要加一個預言就是它可以創新高 但是我們的三同友繼續向下跌 你信不信絕到玩到這麼絕? 你這個預言是看幾場線的? 我這個預言是看到今年年尾的覺得 它會發生這麼荒謬的事情 因為你會發覺每一個關卡表面算不通 譬如有些人的意識就是你油價上不到82元 那你為什麼Auxy可以創新高呢? 因為很多人的心理預期就是覺得油價越高 那些石油股就越高 油價升不穿隨便是昔日的高位 每升不穿一分,油價就跌一分 那這個是人類的直覺 但是我想告訴你,看業者的角度很明顯不是這樣的 很明顯不是這樣的,OK 因為如果你指著這個項目的話 我倒轉換一個問題 其實油價昔日市又好明最巔峰 是07年834元那一刻 那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那為什麼現在無論Auxy 新美孔和雪佛龍 都遠高於14年前的股價呢? 這個OK 所以其實有就不是這樣看的 這個可以用很多層面去解釋為什麼不是這樣看 最簡單的一個想法就是 遠轉提醒大家 你想一下,石油公司 2007年的石油的統量是生產多少? 而14年後的今天石油的生產的統量 究竟又是多少? 你用這個項目來知道 統量肯定高於14年前 或者遠高於14年前 那你的盈利已經是高了 用一個最常識的項目 已經可以辨識到這件事了 所以我們就是說 其實你覺得表面 我剛才再說一次 我的大腦語言就是 就是說油價是 油價是未必可以再創新高 但是它只要不暴跌的話 Auxy倒過來有機會創新高 其實這兩句未必是矛盾的 好了,而第二至第三句 一聽是這麼深酸的 就是說 Auxy創新高 三桶有機會不斷跌 或者反覆下跌 那這也是一個很傷害 坦白說是民族情緒的 就是一個這樣的說法 但是大家又想清楚 我在公眾的頻度裡面 既然說下這句語言的話 我不會亂說話 至少勇敢做一個預測 大家可以細心想一下 為什麼會出現這麼悲劇的 第二和第三句 邏輯之間的表面矛盾 或者在現實上 即是有可能的事情 大家可以深思一下為什麼 其實也不需要為什麼 好不就是因為 我是不看好我們在香港上市的 就是中國的石油的企業 那會不會你剛才的朋友問 63元有貨 問一下應不應該指責 你就覺得他不用指責 我覺得可以 因為Auxy坦白說 他都快要公佈業績了 好像這一兩天 這個 反正都是 你都停了這麼久 那為什麼不等多一會呢 可能怕油價跌呢 沒關係 這個油價 在現在台灣飛飛飛的情況之下 其實都應該有一些 總部業績的學生 是呀 只剩下一天給你 這樣也不會坐上去 是